大家早安 前行记忆啦 然后我现在正准备化妆 今天想要用昨天开箱的 La Perry的气垫 我其实一直很害怕气垫的 但是我看Christina做实测 好像她很喜欢 所以我还蛮期待的 我的这个色号是NC10 叫做Porsaline Blush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偏粉 那我也不知道颜色适不适合 但是我想说试一下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打开这个 哇它这个垫子上面 还有一个这个塑料片 哦它没有那个盖子吗 它不是那种掀起来的 它就是这样的 你把这个按下去 它会就是往里面线一点点 然后出来了 看到吗 上面这个东西 这个点点 我稍微上了一点妆前 上到Hourglass的那个 哦 看这个颜色 你们觉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好像还行 我现在只上了一点点 但是我还蛮喜欢它这个感觉的 它不是那种像气垫一样 你上上去我的脸 就那种油亮油亮的 你看它上上去 其实挺雾面的 我觉得 而且一点都不油的感觉 一般的气垫 上在脸上会很油亮油亮 这个完全不油 看我的鼻子 这边 你这边 它好像比我白一点点 看得出来吗 这边脸比这边脸很白一点点 我觉得还不错 它这边均匀肤色 矫正肤色这样 OK 等我上完吧 我觉得这个气垫就是 你用气垫的时候就一定要这样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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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去 好像是迪奥的柜台吧 那个小哥哥就回国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你用气垫这样垂直在脸上这样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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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像翻白眼 但是真的 如果你不这样拍的话 他就很容易就弄花了 他这个妆 哇塞 你们看鼻子 我超喜欢的 哇哦 比我上了遮瑕还好看 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 你要让我一直这样 我真的想打人 我眼皮这上面长了一个东西 都长了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有的时候你们可能看视频也看到 这两天有点痛了 你们知道是smiley肿吗 知道是什么 我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OK 现在这个光是不是有点奇怪 但是我现在上好底妆了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我用气垫 又很喜欢的感觉 哇哦 就是它的遮瑕力又很强 但是看起来又比较自然 又不像传统气垫 看起来油油的 然后在脸上也不油 感觉非常雾面 我觉得我这样都不用上定妆粉了 当然我是不可能不上定妆粉的 但是它真的看起来 哇 你看我平时都要在这再遮瑕 我觉得今天都不用了 有点惊喜呢 没有想到 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像护肤线 应该不会出那种很适合混油皮的底妆 这个有点太棒了吧 我很喜欢 那我接下来把妆化好 然后再给你们讲 OK 化妆化好了 这底妆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也 就是不知道它一天下来会怎么样 今天是要上班 然后这周开始 我要年终大促 所以 胃肠妈妈妈 我想的都害怕 好了 那我准备换衣服出门啦 但是出门之前吃个药 就是我妈妈他们吃的那种膝盖的药 因为我每天上班膝盖也很痛 老年人先吃两颗保健品 然后再上班 OK 今天穿昨天才开箱的新的外套 啊 准备去上班啦 拜拜 姜姜 明天可以休息啦 明天可能要拍一个 迪伦的视频专题 我们已经想拍很久了 一直 嗯 就是没有准备好吧 也没有时间拍 明天看有没有机会拍咯 我回家啦 姜爸爸 家里有一个裸男子吃饭 嗯 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气垫 今天一天 其实他嘴巴热了 你看 有点脱妆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订了妆的关系 而且如果我没有订妆 然后就是只是放了他 然后如果可以补补妆 应该还蛮好看的 还不错诶 喜欢 明天再用用看 啊好饿要吃饭呢 我们准备吃饭啦 耶 看一下他今天准备的饭 我今天说我好想吃青菜 所以就炒了这个香菇小白菜 好爱 然后他做了番茄炒蛋 再还有个生鸡汤 然后我们把昨天的小火锅再点一点 待会如果吃完了 然后可以再加菜 开心 明天终于要休息了 我好开心哟 好 那我们先吃饭吧 大家早上好 今天周二 然后我休息 开心 最近上班觉得太累了 所以我今天就想在家chill 就是过一个很relax的一天 什么都不要想那种 啊上班真的是很累 然后休息的时候有什么都不想做 就导致很多想见面的朋友见不到 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懒 你知道上次christie不是也吐槽我吗 就说我懒得去social 但是真的太累了 然后我就不想出门 不过今天在家呢 我还是想要拍个视频 我觉得我的那个空瓶的那个袋子 已经积攒了很多了 所以我想看等一下要不要化个妆 然后录一个空瓶记 然后一直说想要帮Dylan拍一个 他的电器的合集 在每次就想到好像工程量很大 然后我们俩就不想拍了 所以看今天也没办法拍 这个人要去健身了 我已经跟他讲了不要健身了 因为他腰不是受伤吗 但是他腰基本上好得差不多了 然后他就想说他去复健 就是可能拉伸一下 然后他说他不要练到背这样 应该腰就没事 我觉得我眼睛这里好像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卖了一种 这个东西 其实我这个长了好久了 但是之前就是有一点点这样 然后我就也没有很在意他 不过昨天我突然觉得 他好像就变得有点大 然后有点痛 我就在那个小红树上面搜卖了一种 我希望他不要发起来 然后刚才我看了胖丁的视频 他介绍什么蛋黄酥之类的 感觉好好吃 但是我又吃不到 所以我就在淘宝下单买给我妈 我想说寄给他吃 让他帮我吃一下看好不好吃 那我去小花一个妆吧 我现在躺在沙发上休息 因为今日份的视频我已经拍完了 这个人在那边自己录视频 看他一直吃螺丝说错 然后重新说就很爽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看他的视频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然后现在大概四点过了 我今天没什么打算 就想在家chill 然后我们两个视频今天也都录完了 所以就可能现在准备做点东西吃 因为我早上吃了点早饭 他健身去了 他可能就喝了个smoothie 我们准备就在家待着 或者出去买个东西啥的 我也不晓得 但是我现在准备想把妆卸了 他在家就是不要化妆 所以我现在准备去卸个妆 然后做点趁 中了睫毛 然后卸眼妆就要特别小心 我也都说眼线都用棉签站着 然后一点点线 好 我 我 这 我觉得不太行 为什么 你要从路 所有 为什么 造点 我是不是你最最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这卸妆的味道超级好闻 我每次把它涂在脸上都不忍得洗 或者洗完了 然后它要脸上香香的味道 真的就要深呼吸两口 两大口 我有跟你们讲过吗好像没有吧 我很讨厌他打游戏 这不是讨厌他打游戏这件事情 是我讨厌听到音乐背景声 就是很激烈的枪战会让我变得很紧张 好然后最近在用这个 这是之前买的戴克的一个紧霜 但是我没怎么用 所以我把它拿来挡护手霜了 因为它比较滋润 我不喜欢涂到脖子 觉得我现在有点油 涂一下吧 那我就把它上在手上 很舒服 然后因为我戒指从来不取 所以我涂这些的时候 会尽量避免摸到它 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取掉它 因为取掉我可能就会忘记它在哪 然后就会丢掉 好我准备去弄一点吃的 他终于给我买了粉色的火鸡面 今天晚上我想吃这个 然后还有昨天火锅吃了一点点 所以准备把它热了 今天吃完就扔掉了 不能再吃了 所以看看你们有没有流口水 我是每次一闻到火鸡面这个味道 我这个口水简直都不行 它里面加了很多起司 我不知道第一轮会不会喜欢吃 我先来帮它尝一口 哇 这味道太香了 好好吃啊 太好吃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饿了吗 还是辣 但是 有芝士混在的味道比较好一点 好好吃 哦耶 吃饭啦 哎呀 每天看到家里的小火锅就很开心呀 你尝一口火鸡面嘛 你看好不好吃 好 脱起了 粉色的嘛 嗯 粉色的 他上次让我去买粉色的 没买到 买之前那个紫色的 你说粉红色吗 好色 诶 都很辣诶 辣诶 辣诶 哇 哇 我还原 可能是色盲吧 一口就吃了我半碗 嗯 好吃 好吃 没有那么辣 但是还是有点辣吧 来 吃饭 诶 我刚刚把红色拿过来 就是为了拿过来要开那个的 哦哦哦 快点快点 你先把那个鼠标的口子 鼠标 你后面 我的新鼠标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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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 你酒精在 这个人看着电视睡了 可能今天他拍视频太累了 睡吧睡吧 我给他买的小窝 他好喜欢哟 每天在这里面躺着 他是那种可以加热的 所以他就很暖和 所以你就喜欢是不是 你这个臭爸爸 你好暖和 他肚子下面超级暖 会不会热 这是你的臭袜子 他还很喜欢吗 包子很香的样子 早上好 我今天本来想把相机留给迪伦的 因为他要去超市买东西 但是他说他又要去超市买一样的东西 他就说很无聊 他就不想给大家录 所以vlog相机又在我手上 那我给大家录吧 我今天用了一个新的粉底液 是那个兰扣的 就很多人推荐的那个24小时什么什么 Longwear那款 我觉得它很好 可能我前段时间用的粉底 都是比较干的那种 就很难推开的 他这个非常水 很容易就推开 然后我就觉得 这妆感还不错 就是它遮瑕能力又够 但是又没有那么厚重 先定一天涂 不知道它持久力好不好 不过现在的妆感是喜欢的 今天画了一个粉粉的妆 是看 Zoella 我觉得她画 她画粉色真的很好看 但是我还是画不来 好吧 就这样我准备去上班了 拜拜下班见 哈喽大家 我下班了 可以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粉底先吧 其实脸上都挺好的 就是你看鼻子旁边 是不是有一点点浮粉 很有 我喜欢拿其他所有的地方 就除了鼻子 回家了 现在已经10点过了 今天有over time 刚才坐电梯 然后被小姐姐认出来了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认出我 我都有点尴尬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你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很多时候是我自己 就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只知道一个镜头说 谢谢谢谢 谢谢你看我视频 谢谢你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 说说说说 因为我觉得 大家能看我真的 我超级感谢了 然后我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普通 我不知道 可以跟大家说啥 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狂妄我 没关系我都不会的 好 姜姜吃在他的小窝里面 姜姜你很喜欢 你可以发热的小窝是不是 妈妈要吃鱼 拜拜了哟 迪伦给我做的沙拉和鲜鱼肉 因为这两人吃的太重口 是点清淡的 哇 水煮玉米 开心 大家早上好呀 今天我花时间好好化了个妆 可能花了多一点点时间 认真打彩虹 认真画眼影 看我中的假睫毛 我觉得该去补了 想要画粉色系的妆 然后发现我的眼影好像都是比较偏红棕 而不是粉 然后呢 那个腮红也是 找了好久 找了之前买的 Zoeva的一个粉色腮红 春天夏天的感觉 好好好 今天早班 然后下了班明天可以休息 我昨天好像就是弄到我的大指头 就是好像在帮客人穿鞋子的时候 然后我不小心戳到 然后感觉我的肉跟支架里面有点点分开 而且早起来的时候肿 然后超级痛也用不上力 好讨厌 今天好上一天的班 怎么办 然后突然发现我停车停车在上面 因为昨天回来太晚了 所以停车位都没有 给你们看不到 就是那种夕阳西夏 还没有天黑 但是又有点阳光 然后有点云的样 是不是超美的 我今天真的要累屁了 累屁 好累啊 我知道我虽然每天都说好累 但今天真的是一刻都没有停过 基本上 但是很感恩 就大家都来找我 我熟的客人 老的客人 之前的客人 就大家都进来找我 一个接着一个 就觉得还蛮感动的 开心 至少你之前服务他们 他们都还喜欢你吧 我觉得 所以 好 好那我准备要到家咯 回家跟你们家 今天的妆好像持妆的还不错 我今天有努力的 我用It Cosmetics好好给他订了一下妆 今天比昨天好很多 我这个发型怎么回事 就是他自己变成这样的弧度 我没有卷他也没有怎么 他自己变成这样 这是老年人的发型吗 但是迪伦好像去攀岩了 他本来想鼓动我一起去攀岩的 我说我才不要 所以他自己去了 我今天又来攀岩了 我给你们看一看咯 超级无敌库 终于可以回来健身了 开心 Vlogging 出来了 爬完了 好累好累 大家如果想要来的话 这个攀岩的地方叫做Sender Wands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好累啊 所有已经完全没力了 快看妈妈那天买的花 现在都开了 香水百合真的好香啊 哇他这有点卡住了 我要让你亮出来 好漂亮又香又漂亮 家里有花真的比较有生机 然后现在要给大家来开个香 Are you ready 这个呢 又是我让我就是意大利的那个朋友帮我买的 然后最近就是有点想买包 然后不知道想买什么包 看了很多 但是我想说 平时真正用到的时候还蛮休闲的 然后平时穿的也很休闲 所以我需要一个 就可以跟我那个水桶包相代替替换用的包 然后我就看到了 这个我买的这款其实比较冷门 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怎么看人背 而且样子也非常普通 不是他们家经典款 但是大家就知道就是 Seline他们家要换设计师了嘛 然后呢这是那个设计师Faby 就是最后一个设计的包 我就觉得 就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觉得 好像他最后一个东西要收藏一下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他寄来把盒子拆了 但是我其实他还放在一个另外一个箱子里面 我自己是不介意 我觉得你代购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你要舍得这些东西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就是包包本尊 这是他们家的big bag 他还有一个其实可以拿的款式 是比较有点像那个鞦韆包的 但是我买的这个像水桶一样 他有一个是水桶型的 就这样提着上面有个把手 但是我买的这个是鞋杯的 我在我们这边的店里只有试到一个黄色 但是我想说我肯定黑色最多 所以就买了这个黑的 My God 它上面就是有一个这个袋子 然后可能可以把它收紧 可以把它放松吧 然后它就是长得很普通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我平时上班我真的是就这样 然后我就走了 而且像我平时背相机 现在拍的相机我都拿在手上 这个我就可以把相机插在里面 它里面的容量真的超级深吧 我给大家放一下我平时用的东西 其实我平时也就带这些 一个是我的钱包 放进去 然后手机 我的另一个手机 两个手机 放进去就只是底下而已 然后呢它背在我身上也刚刚就是背在屁股这边 我知道朋友帮我去试的时候 它个子比较小一点 它就觉得很长这个袋子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可能因为我身体比较长吧 然后它这个肩带是不能调节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调节它 但是它的这个肩带还比较粗 又是皮的 所以很舒服 我拿了我平时经常提的这个大王家的包 跟它对比一下 大家看一下大小 我这个大王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号的 然后你看它比它还大一点 这个要圆一些 这个侧面可能要扁一点 然后它的这个皮呢也是 就不是说特别会滑到的皮吧 我觉得我不需要特别小心 所以就买了一个日常的包 不是说好好看或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会每天背它用很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是我买这个东西最早开始的 我本来就是想找它说帮我买一个项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他们家出了一个字母的项链 我就想说想要一个V 哇你看它盒子打开好可爱 里面是一个毛毛 然后袋子 它没有给我配链条 它说想让我自己去试 看这是个V 然后可以戴在这 我随便找了一个链条 这可能太细了 我也去它店里配一个吧 然后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名字的initial 你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带长一点的链条 也很好看 然后我觉得它很可爱的就是 它送这个网兜 我也可以背这个网兜 开心 我不知道 我开始不知道 它买这个东西会送这个网兜 今年不是很流行吗 里面装点柠檬什么的 会不会很可爱 好 这个开箱就到这里 我去吃饭了 大家早呀 早上起来 听我嗓子 鼻子又有点多 嗓子有点哑 然后我的睫毛就戳到我眼睛里 我想说我的嗓子怎么有点哑呢 然后迪伦说 因为我晚上大呼 然后我还讲梦话 是不是 是啊 但是他又不记得我说了什么 就是一些有的没的那种很快的一句话 你可能也听不出来我在说什么吧 听得出来很清楚 真的 然后我们现在起床啦 今天终于休息 所以现在睡到已经中午快12点钟了 其实我早一失恋过就醒了 然后就赖在床上不想起床 然后看我整个脸都好肿 现在先喝一杯咖啡 现在每次都要问这个杯子在哪里买的 Cred & Barrel里面买的 大家可以去找 他还有小号的 其实家里没有吃的 这个人忘记给我买面包了 然后我就吃了这个 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卖片叫什么来着 哦Kelby Kelby的那个人燕麦 我在这边一个店里面买到的 是因为季节限定味道的 不是之前那种原味的 然后再来一根香蕉 待会可能可以出去逛一逛 再买点吃的什么回来 然后再去店里面 我晚上要去一个朋友家 因为他搬新家了 所以呀去他们家吃饭 然后今天行程大概就安排这样 今天好像没有视频要录哦 我也没有视频要录 有点恐慌 其实我还有两个视频排着 但是就是想有空的时候 就尽量多录视频 好那我先吃饭啦 这个人的早餐又开始减肥了 因为他最近觉得自己长胖 然后他终于醒悟了 follow了一个很帅的youtuber 人家就是不要让他lift weight 那种像外国人那种长胖 人家是很精瘦的生菜 不是 那种还是要练的呀 那种不是就不练了 外边就不练了 那种不会 好嘛 反正 yeah Kerry Phoenix 大家有空口看一看 鸡胸肉和salad 再看看我的 哎 好哟 然后终于要看 每个星期这个时候就可以看and 看我的视频 开心 我现在准备出门啦 这样这样在家睡觉觉哦 这样这样 好 造垃圾的小哥 他今天穿了一条自己新买的裤子 浅色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耶 但我觉得不够紧 他也觉得宽松的很舒服 好吧 我们又来洗车啦 因为前两天一直阴天下雨 我觉得我的车好脏哟 我们先去楼上退Sephora 可以 我们家那个透明的杯子在这里买的 什么时候在这里买家居 我们家角落摆个小沙发 加这个小东西 这个吗 我看到钱是钱 好贵啊 挣钱 我们在师傅兰居然可以烧马 太强了吧 以为自己回到中国了 我们准备送朋友一个仙人掌 因为他们搬新家了 好可爱哦 又是搬一仙人掌的小公 好 我们吃完火锅 看现在好幸福 这两个全部泡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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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呀 表表 我皮蛋 蛋哥 蛋哥和蛋哥他妈 嗨 嗨 表表 表表一直在很专注的看着别人洗碗 带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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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本来不是就跟女朋友很好 怎么这么帅 那不是因为你这个妈妈 对 基因好 遗传的好 你怎么这么乖 皮蛋成女自己无法自拔 太好看了 今天一起出门啦 对 穿了个紧身肉色的T恤 我今天要去上班 然后他要出去跟朋友拍什么东西之类的 把拖着他的小侧侧带着他所有的家当准备出门 我今天穿了他昨天新买的衣服 好看 先被我借来穿一穿 看我的眉毛好像老是画不起 我认为他就画得起了吗 那就让他给我闻一闻 今天早上发了一个视频 我知道我自己剪的时候都觉得我的眉毛不对称 我会觉得我画不对称我的眉毛 因为他长的就不是很对称 我两边眼睛也不是很对称 怎么办 我是不是该去闻个眉毛 让他变对称 今天的唇膏是Bobbi Brown的Cranberry just in case you wondering 好啦我上班去了 拜拜 我下班啦 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昨天是迪伦在穿 然后今天我穿它就全部都是它的香水味 好好闻 然后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七天了 然后今天上班稍微早一点点 因为我们今天开始Pay sale大折了 然后今天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出来 会提前让大家来买这样 哦 瑟瑟发抖 然后昨天晚上没洗头 我今天早上才起来洗的 所以今天稍微有点赶 没有吃早饭 我先拿了个面包 待会儿去买一杯咖啡 电梯好像又坏了 好吧 没关系 咱们可以走路梯 一个星期又结束了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这两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跟那个Dylan都在看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深门 就是讲一个妇产科的 各种产妇的各种故事 昨晚上看了一个就是因为可能家里穷吧 真的好可怜啊 那种穷的 反正就是可能都想要去放弃小孩 让人来把小孩领走那种 我真的看的好心酸啊 我觉得你花的每一分钱对于别人来讲 可能都是救命的 下班回家啦 今天是520 不知道你们都怎么过的 我刚刚中午休息的时候 给Dylan买了一个小礼物 我不知道他有会不会给我准备什么 我估计不会 他最近好像很忙 然后希望他煮个饭就好了 今天又是超级忙的 周末都一般会很累 然后今天有一个scriber 还给我带了一个草莓来 超级好吃 谢谢他 大家人都很好 我的那个店长从来都说 就是我同事从来都觉得 Vicky为什么你的客人总会给你带吃的 因为我的客人是最好的客人 回来看这个人在打游戏 看江江还是江江乖 江江超乖的 是不是 江江最近喜欢 何喜欢他的小窝了 因为他的小窝有秘密的加热店 是不是 这可以加热超爽 超级爽 超级爽 哦好好好 你在干嘛嘛 小尾巴 哦 耶 他给我买了BCD吃 开心 好 那我先吃饭好了 好 现在已经是吃完饭的两个礼拜以后 我上来做个ending 又忘记了 好 那么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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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